去到我们的第八条,第八条就是我们的抛物线的图像的处理 这个也是我们的深码的第一课,face to face的时候 如果你是我教的话,在405教的时候 我们会跟你说,我是有四样东西要大家去处理的,这一只题目 我们说它的问法可能有三款的,如果你recall一下 我的说法就是说,你有机会是问你general form的 有机会问你是vertex form的 vertex form就是说这个,如果你是我教的话 我会跟你说一下vertex form,不要被这个format局限 有时你这样,不好意思,有时你这样 我都可以找得到一个vertex给你的 我说过一样东西就是说,如果你所有的x都放在一个square里面 而只有一个x的话,其实你已经是vertex form了 不过,有机会,你这些a和这些a是不同的 但是你要尋找vertex的过程,这个format是已经足够你去做了 如果你自己目的是尋找vertex 照计上我课你记得的话就记得了,记得不到你就做vertex form 第三个format就是这个 那我们都会有那份屋,那份屋子的最后两条都有这个demonstration 其实只有这三个format它主要地去考的 那今次就是考了我们的general form general form我就说叫你做四样东西的 第一样东西就是看这个位置,它是a,a就是决定复图的笑还是哭 如果a是正数,它就笑,盲的也知道眼睛a是负数 所以a的幅图是咸,所以a是负数,可以吗? 所以这个是错的 这个是错的,因为幅图是咸的,所以a是负数,可以吗? 然后第二个位置我叫你看这里,好吗? 虽然今次不需要,不过我再说完 我们的说法就是说,如果你想知道中间这个x的 coefficient是正定复呢? 就是怎样呢?就是画个人,在那个y intercept上 然后看一下个人,这一刻是向下行还是向上行? 如果是向下行的话,这个b就是一个负数 如果是向上行的,这个b就是一个正数 如果它是横行的,就是刚好对称的 上一秒下,下一秒上,这一秒是横行的,那b位就是0 可以吗?我的说法是怎样分到b位就是这样分的 所以很明显这个题目是没有出错的,因为你看到那个位是负数 负数是负数,你现在这个位,个人的就向下行的 可以吗?那这个和大家玩一玩书呢? 然后最后的,就是个c,c位就是这个value 就是跟那个y intercept 所以很明显,b也是一个负数来的,因为y intercept是负数 所以二号是对,一号是错 然后我们说,做完这三样东西,你多数都做不到答案 因为还有一样东西在等你,那样东西是delta 可以吗?做完delta你就下班了,多数都是这样的 可以吗?那做delta的过程呢?我们就看回这个过程题有多好 你看到有两个星期有多好 所以delta就会大于0 delta大于0 delta大于0的时候,就是b²-4ac 就会大于0 然后除了4的话,就是1-ab大于0 然后把它调位,就是1大于ab 所以3个就是对的 所以我们很轻松就会圈到我们的答案 是Doc,Doc,Doc,Doc 记住,如果是general form 就是这四招 就是a,b,c,和delta 那么多数都做到的 除非要题目有些额外的资料给你 那你就用它 如果没有的话,那么general的就是这四样东西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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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